这个就在星期六要对决了 这是云林补选会政长 还有麦辽乡长补选 昨天我们看到了 韩国瑜尬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从4月5号开始 就已经在麦辽long stay 那韩国瑜昨天下去 也帮国民党的许志豪 以及林嘉宏站台造势 那么显然两党都希望 炒热选情充高投票率 和得票率 那韩国瑜到云林助选呢 他提到了担任立法院长两个多月 从来没有助讲过 来云林是头一场 突然觉得业务不熟啊 有点陌生 每天在立法院主持议会 是议事规则 到乡下看到这么多乡民热烈眼神 让我非常感动 那这个五名立委愿意成为 许志豪与林嘉宏的后盾 张立山县长也会协助地方建设 呼吁大家一定要 选对的人做对的事走对的路 同时他有提到 要帮云林脱胎换骨 以及脱离贫穷 还有另外一位 这个跟他一起尬的柯文哲主席 也脱胎换骨 因为他这一趟去 long stay 胖了一圈好不好 就是说他这个long stay 吃太好 吃出一圈肉 那柯文哲自己也讲说 对这个油 一时半刻很难消掉的 但是因为柯文哲近期呢 二度合体在这个 虎伪 虎伪政长的 国民党的林嘉宏 所以一直被解读说是蓝白河吧 那柯文哲就查说 这不叫蓝白河 这个叫反正我们政治 就是支持好的人选 如果我们有提名的候选人 我们就支持我们提名的 如果没有 我们就在当中选一个最好的 好 就要投票了 在这个星期六 我请教这个委员 在地方上这一场云林补选 目前怎么看 因为比如说有人觉得 在卖辽乡长的部分 民众党有机会 可是很多人也觉得说 最后还是回归 就是蓝绿在争 我想张立善县长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让我很感动 他说呢 我们云林要怎么样脱胎换骨 他希望要让云林人 有钱贪 好生活 有头脑 这个让我很感动 因为他经常提了很多的案子 他提了很多的案子到行政院 结果都没有得到什么答案 所以我们在协调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感动到说 云林人是需要协助的 而且他的确有这个机会 所以包括了 这一次立委选举完 那么不管是部分区的 他们加注了这些量能 那让这个云林县 可以说看到了很多的生机 那这一次的选举呢 我们可以了解说 在基层里头还是要按部就班 尤其在卖调 他的争议的问题也很多 那怎么样能够让民众 可以好好的来生活 我想这是民众非常需要的 因为云林又过来 中华又过来 就我们台中 所以大家在整个海线的连线 大家工作 或者是很多的事项都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感同身受 就是说卖调 虎伪 大家都是希望选一个 真正能够为他们的乡亲来做事情的 那么当然现在我们国民党喊出的 也就是大家一定是全力以赴 而且我们信心十足 剩下这几天 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成果 就成如科比所说的 如果他们没有提人的时候 在这当中选一个好的人选 好好的来为民众来做事情 我相信这是民众最迫切需要 尤其在云林这两个乡镇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眼睛察亮 好好的真的去选一个 能够为当地的人民做事情 而且可以加成效果的 这个加成效果也就是 在云林县长张立善 他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蜕变 他不断的将他地区所有的乡镇 一乡一乡一乡的在盘点 而且在推出他们的特色 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区域的选举 如果能够让国民党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这美好的成果 大家一起加油 就成如韩国瑜 他自己韩院长 他下去的时候 他自己感同身受 他看到人民的眼神的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是什么 希望能够好生活 这是人民最简单 而且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所以代表着民进党的执政 到目前为止 民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好 那委员 因为云林的地方补选 三党征程这个样子 而且就是搞得特别风风火火 所以委员你认为说 这次的选举结果 是不是有一定的指标意义 当然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准总统 准总统 他现在可以说是 国会从来也没有说 这个国会落势 那他本身的选票呢 也是少数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双少数 是双少数 这个可以代表着 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执政 到目前为止 是得不到肯定的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希望 这两个 买了跟后卫 这两个如果当选 对国民党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指标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全力以赴 对 好 因为呢 这一次的战况超诡异 看联合报写的这篇特稿 就是蓝白强绿弱势 主要是绿营打挨兵牌 能不能够突围 所以增添了选战的调诡氛围 那么得虎伟得天下 云林政坛一直把蓝绿比数 均等的虎伟视为决胜负的摇摆州 如何能够再补选赢回虎伟 绿营陷入全所越有的苦战 那么尤其选后 苏之芬淡出政务 绿营宛如顿失之称 党员果族不前一度陷入 无兵可战的危机 所以政坛人士也分析了 柯文哲在麦寮 拿下了34%的高得票率 让他看准了 因为有六青星星之乡 小草茂盛 所以御驾清征 期待能够把麦寮扩成草原 为未来总统铺路 柯文哲的抢攻 确实为麦寮带来能见度和声量 这一战我也真的觉得 一路这样看下来 真的觉得战局诡谓多变 柯基目前有办法做出一个 什么样的预测 或是一个大势方向 其实像这种云林 尤其是乡镇市层级的这种选举 不应该用蓝绿来解读 所以你会发现 像这个以这个麦寮来讲 国民党提名的 原本是民进党议员 也就很多人都有绿色基因 应该这样讲 他们这种叫地方派系 或者说地方势力 那谁执政 我的地方县长谁执政 我就会往那个方向靠 包括讲这个胡伟 胡伟这个政长 不管是这个国民党 这次支持的这个林家宏 或者另外有一位 这个无党籍的议员 其实他们都是跟张家 原本比较友好 就是说其实 有点细出同源 那就变成是分裂 分散 可是呢 相对于你知道另外参选的 一位 听说也没有得到苏志芬的力挺 是绿营的 绿营的那个也没得到苏志芬的力挺 所以其实是很复杂 在地方 这种状况是很常见 那有时候他们不是用蓝或绿的旗帜 来决定胜负 而是用所谓的地方派系 或是这种所谓的经营 那只是说这一次在卖了相对来讲 比较复杂的是因为多了一个所谓的非 也不是地方势力 就林一里他其实是返乡重新经营 那过去推废票联盟 然后到上一次参选乡长拿了大概将近13%的选票 那这一次因为柯文哲觉得这个地方 哦是民众党可以经营的地盘 他试看看 那这个这个尝试 其实之前我们也分析过 麦了是一个地方选举 会比中央大选还热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这次补选投票率高 冲的越高 当然对理论上对柯文哲是 或是说对民众党越有利 可是这种有利 有没有办法复制到柯文哲那个三成多的选票 通通都投下去 对就是柯文哲选票有没有办法转移啊 没错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转移 然后呢最后反而这个选举结果 如果你 请全党之力下去选 还赢不了 那这场补选对于柯文哲 就会变成有一点内伤了 他不是重伤 但是他就会有点内伤 哇原来中央就是说柯文哲选 跟换一个人选 完全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是民众党所有成立以来 他们面临的课题就是 柯文哲的选票有没有办法转移到 下面这些所谓的候选人 他们会不断的面临这样的挑战 好这是民众党的部分 可是对蓝军来讲就是很简单 就是张家的力量 在云林这个张家 尤其在麦寮跟胡伟 都是张家 从2018以后都是 在这两个地方都是 极大优势领先的 丁学忠就是本来是胡伟政长 然后选上立委 而且选票赢得蛮漂亮的 是赢苏志芬 不要忘记他赢的不是别的 他赢的就是云林的 民进党最有指标的苏志芬 所以在这个地方 张家的势力 丁学忠的势力 他是支持特定的人选的时候 在这个选区会不会有一个 比较有一个所谓的指引的效益 那如果蓝军在这两个 这个补选里面 最后都是胜出的话 那对于整个张家 在这个地盘的经营 就是一种肯定嘛 那如果有意外 那只能说就是 这个在野势力分裂 那对于 确实就会对于 所谓的在野阵营 造成所谓的破坏力 就是这几个结果都有可能 反正礼拜六票开出来 但这两个补选 不至于影响整个全国的大势 他再怎么样 他就是一个乡镇式的地方的补选 只是因为民众党用了 超级高的层级 那就导致张家他必须要因应 因为他很怕有意外 所以韩国瑜这种 就是在跟云林有相关 而且呢有人气的 人选就要下去服选 那我相信其实他们地方的 基层的力道才是最强的 这种地方选举 其实这些大咖下去 怎么样怎么样天王啊 那对投票动能的影响力都有些 因为这些地方的选民 尤其像麦寮 麦寮是一个那个叫福利之乡 对 他们的这个 这个你在麦寮涉及满两年 你就有这个健保费 跟电费的补助 一个月600 一年7200 他是实际可以拿得到 拿得到吃得到 用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那对于他们每一个乡民来讲 哪一个乡长可以给我更多的福利 争取什么样 那个开支票是真的有用的 所以我说这种选举 就跟蓝绿脱钩了 那所以我们就等着看 这个选举结果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意外 或者说他那个版图 有什么样的移动 因为上一次 像麦寮来讲 我们上一次他这个 就是被取消资格的 这一位乡长 他也才拿不过 不到两成五的选票 所以在这个地方 也没有谁是特别强 或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就要观察他这一次影响的 就是说他整个蓝绿 或说他整个地方的版图去 是怎么样的移动方式 再来做下一次 当然这两个乡镇 因为同时补选 就有可能决定了 下一次2026云林县长 因为张家张立善是要交棒的 那会不会张家 有没有足够的影响力 可以继续 那我想这个对张家在云林的势力 是一个考验